新闻时事报为您播报 川普发推文力挺中情局长提名人 美国总统川普今天在推特发文 力挺他所提名的中央情报局副局长 Gina Hasbro接掌中情局 美国媒体报道 Hasbro担心任命听证会讨论先前的审讯计划 其中包括水行等手段 将会损及他个人和中情局的声誉 因此自愿退出提名 川普今天早上在吞文中表示 备受我尊敬的中情局长提名人Hasbro 因为对恐怖分子太过严厉而遭受抨击 想想看在这些极度危险的时刻 我们有位最适任的人一位女性 民主党却要让她出局 因为她对恐怖分子太过严厉 要赢Gina 黄盛顿邮报昨天引述四名不愿具名的 美国高级官员的话 报道指出 Hasbro四日被招进白宫 以厘清中情局在911攻击事件后 采取的残酷审讯计划中 她所涉及的情况 为9日的任命听证会做好准备 目前担任代理局长的Hasbro表示 她愿意退出提名 以免在参议院情报委员会任命听证会上遭到责问 以致伤害中情局 白宫官员稍早向Hasbro保证 她的提名仍然有效 她获得总统支持 白宫官员表示 Hasbro不会退出提名 以上是粒子为您播报 谢谢您的收听